近期让印尼巴厘岛所有人精心胆战的就是这座著名的火火山阿贡火山 这座海拔三千多米的火山处于巴厘岛最高峰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最后一次喷发已经是超过半世纪以前的事 也就是1963年当时喷发的火山灰高达4000米导致1500人死亡 最近这座火山火动火跃 当地的地质局从上个月底开始就侦测到火山脉动不断 单单是过去48小时 这座火山就发生了300次的震动 同时火山内的岩浆也不断地涌上地面 白烟滚滚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安全起见当局已经紧急撤离火山区附近方圆12公里的75000人 所有人目前聚集在9个城市的300个临时避难中心 暂时避避风头 因为就连地质学家也预测火山可能随时爆发 除了居民当地的许多建筑工程也被迫喊听 许多临时工人顿时没放开 至于游客出游行程也被打乱了 愿声载道 我不想再继续工作 所以我现在很疼 由于阿贡火山的活动日益增加,当局已经将阿贡火山的警戒级别提升到最高的危险级别,呼吁民众远离火山口。 目前多个国家,包括澳洲、新加坡以及美国等国的政府都已经向国民发出旅游警告,呼吁大家多加留意。